在2000多年前的轴心时代 孔子与柏拉图都将德性视为人生要旨 二人可谓心意相通 但两者的关注点有哪些不同之处 中心社就此专访了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方朝辉 中英记载 孔子倡导知 人 勇 三者 天下之达德也 柏拉图则在理想国中强调 公民应具备智慧 勇敢 节制和正义 即四大美德 方朝辉指出 中国和古希腊先贤思想的开创者都关注德性问题 但二者在历史时代背景上有重要差异 柏拉图讲德性在很大程度上 是基于对亚迪和整个希腊社会 当时盛行的民主政治的一种反思和批判 因为他自己的导师 苏格拉里就是被判死刑的 他是民主制度下的 弱点的一种牺牲品 那么这和孔子讲德性是不一样的 因为孔子讲德性那是一个比较统一的西州这种政权体系 这个礼本约坏走向瓦解 那么原来的贵族世系制度开始这样这个衰落 那么孔子讲德性 他主要是强调这个任先使能 方赵慧认为 孔子倡导的天下之达德和柏拉图倡导的四大美德 表面来看有很多相同之处 比如多讲勇敢 讲智慧 大人讨论德性的路径又相去甚远 儒家讲德性 他还是要提供一套可行的 可以操作的方法 就你怎么培养你的德性 柏拉图他把这些问题的讨论 影响到一种形而上的 抽象的 诗变的 一种普遍概念 普遍定义的这种讨论上去 那么这种讨论 其实对于人们在实际生活当中 如何培养这种德性 其实未必有多大的作用 甚至来说 柏拉图最最关心的 是不是都是像孔子这样子的 要培养公民的 这一系列的德性 也不完全是这样的 当然有这个成分 方赵慧表示 柏拉图讲的美德 都以求是为宗旨 孔子代表的儒家 只以求因为宗旨 这一差异导致了日后中学和西学的分野 中国古代的学问 假如我们以儒道士 这三家为主体来看 它其实都是以求善为主要目的 第一个是求善 第二个是自认 所谓自认就是要解决生活世纪问题 另外一个就是自国安邦 所以它是非常有十论主义的精神 但是希腊哲学 它这种求是 它是一种为了求之而求之的精神 在他们看来的意义 并不是解决世纪生活问题 柏拉图对话里面 关于美德的讨论 它是反复不断地去追问 这个概念的普遍含义 它自己是主观上认为 自由在知识的意义上 把这个美德的本质搞清楚 才可能真正地人有这个美德 柏拉图所讲的美德 更接近于一种 纯粹知识意义上的普遍的东西 帮助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